就是因為這種對時尚求行求變的渴望 今日主角就決定是你了 在微風廣場寫拼的孫怡 孫怡是誰 就是怕時尚圈門外漢這樣問 這邊先來個貼心見解 她是微風懂娘孫芸芸的湯妹 除了有響叮噹的名媛稱號 去年9月成為台灣版Vogue總編輯 是時尚Party的常客 這一次孫怡出現在Prada專櫃超級VVIP出現 店員絲毫不敢怠慢 忙進忙出希望孫總編會滿意 是非常極簡的在視覺上 但是我很喜歡去就是 我會去找一些色彩很濃烈 或是特色非常強烈的東西去點綴 話是這樣說啦 但加上明明擺著粉色的外套公軍挑選 我不願意接受 孫怡看得上演的都是俐落的吉劍峰 說好的求新求變 不是錢的問題 敬錢敬錢敬錢 不要你的敬錢敬錢敬錢 我們只想世界跳舞 別給我貼上表現 這樣活過太久了 偶爾想要當個屁孩 雖然孫怡內心住著小屁孩 但不斷來老的電話 還是時時刻刻提醒她 現實是殘酷的 接完電話孫怡決定打到恢復 只花一個小時快恆準結束協定 將會盡情送分實時間 幾萬塊就不見 Well 讓我混算一下 OK的相信孫怡的核爆 承受得住這樣的攻勢 雨的動心玩 很爽啊 哈哈哈哈 把刀